向朱佳莹提问一个问题 先保留行吗 不保留了 你不问就不问了 那问工作时间吧 为什么要问工作时间呢 你是一个上进的姑娘 问的太对了 关于销售的工作时间 我是这样的 我说我的时间吧 正常来讲 除了我生活以外的时间 我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 大概是12到14个小时 我的团队体量大概是500人的规模 大概的业务营收的话 也是大几个亿 大概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安排的 我的工作时间 这么棒 表扬着佳莹 对 我很欣赏她 所以张静我还是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问题 然后就随口说了一个 OK了 我们不要让萧音等得太久 她真的现在都萧音了 来吧 萧音 我现在回答你那个问题 我们公司在这点上就是福利 人家没问题 我们是9点讲 我先回答 9点到10点弹性做班了 然后我们在深圳的保安西乡 消费和房租都很低 所以生活成本也还可以控制 我给出的这份工作是新媒体销售 然后提成那是尚不设限的 然后这里面销售也还有包括一部分的策划 运营 我觉得能发挥你更多的一个才能 提问一个问题 如果实在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不问 我们是销售美容产品吗 对 美容产品 会经常出差 看自愿 就是相对来说出差不是很多 好 接下来在同道裂聘和音face之间 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计时开始 我觉得他会选裂聘 但如果他选择了那个消音 那我觉得我会为他更点赞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对他自我挑战会更大 对